等赵明相出去 杨景盘忙将捧着的茶杯放下 整理了一下思路 向林景洪道 林市长 这次来是想有个问题 向您反映一下的 林景洪只是点了一下头 看着杨景盘也不说话 意思是让杨景盘有什么尽管说 杨景盘见状 便轻轻咳嗽了一声 将这几天沐原县发生的事情 向林景洪做了个汇报 原来自从孙吉等五人 确定沐原县紫竹镇大黑村 大型露天煤厂的储量 达到2.3亿吨以上时 很多人私下里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有些人便打上了 那个大型露天煤厂的主意 那个大型露天煤厂 签订的范围内 突然莫名其妙的 多了一些农作物 新开垦出来的农田 甚至还在一夜之间 多了一些坟地 弄的这些东西 好像都是原本就存在那似的 除此之外 紫竹镇大黑村那边 陌生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全都是冲着那大型露天煤厂去的 这些来的人之中 好像都是操着西山省那边的口音 林景洪听了杨景盘的介绍 顿时吃了一惊 好嘛 这些人都讹诈到政府头上来了 这些新冒出来的农作物 田地以及坟地 无非就是为了赔偿款而已 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纷争 这些人真是无孔不入了 林景洪听了这个后 甚至都兴不起生气的念头 不知道是不是这些人太可悲了 至于杨景盘所说的那些人 应该是看中那露天煤茶 无非就是想分一杯羹而已 这些人的出现 倒是在林景洪的意料之中 这些人向来是嗅觉灵敏 哪里有煤就往哪里钻 到底是些什么人 想要讹诈到政府头上来 景盘同志 有没有对这些人进行过调查 还有 为什么那里没有人进行看守呢 林景洪一连问了两个问题 然后看向杨景盘 好像都不是大黑村本村的人员 不过 大黑村的一些村民 看了那多出来的东西后 也有好些人跃跃欲试 也想从中分一杯羹 不过现在已经有专人把守 他们倒不敢明目张胆的这么做 杨景盘稍稍解释了一下 不过关于林景洪后一个问题 他倒是没有回答 他也实在不好回答 这毕竟是煤厂 按照他以前的想法 这大黑村到处都是煤矿 而且这么大的煤厂 谁也弄不走 没有必要进行看守什么的 直到有人无意间发现这个问题 向县委汇报 杨景盘亲自去观察过后 才知道自己之前是大意了 还有一个问题 那片煤厂虽然之前没有人看守 但是勘测人员却都还在 只是后来 孙吉等人接受了林景洪的任务 不在常驻大型露天煤厂上 四处奔跑测绘 以至于有了空档 出了这样妖孽化的问题 见杨景盘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 林景洪显然知道问题出在哪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苛责杨景盘等人 毕竟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 自己这也是第一次听见过 真是世界之大乌奇不有了 想到这儿林景洪随挥了一下手道 好了 吃一剑长一智 这个问题暂时先放一下吧 我会让人跟进调查的 同时 我想很有必要亲自去一趟大黑村 了解一下情况 倒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们得注意了 那些蛙霉的人来了 你们要保持跟他们的接触 但不得透露任何口风 哪怕是牧原县 将来怎么发展等一些问题 也最好不要透露 你们的任务就是让他们留在牧原县 杨景盘一时间不解林市长 为什么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说法来 想要让他们留在牧原县 而又不透露口风 这样的任务难度实在太大了 恐怕是难以完成啊 见杨景盘一时间在犹豫 并没有立即回答 林景洪笑了笑道 也不是一定要求这么做 你只要去锦利就好了 跟你偷点底吧 大黑村的露天煤茶 我不想交到他们手中 如果真让他们投资了 以他们的资本以及自大的性格 我们根本控制不了 到时候我们发展牧原县的大计就会受阻 这个问题你回去可以考虑一下 杨景盘文言后顿时恍然的点了一下头 原来林市长深谋远虑 根本不是自己所能猜测的道理呀 也不知林景洪到底重义什么样的投资商 不过这个问题不是自己所能问的 自己还没有到那种地步 如果有朝一日自己成了林市长的嫡系 或者可以探讨也说不定 想到这儿杨景盘隐隐有些期待 林市长 煤矿这一块我们已经整顿的差不多了 那几个中型煤矿的老板 也初不同意进行联合经营 现在正在谈判各项事宜 如果联合经营谈判成功的话 就可以成立大公司 对我们牧原县的煤矿发展 具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我们也正在加紧整顿 其他矿产资源 由于林锦宏控制了牧原县的大部分势力 因此在别的地方 都是一纸空文的市政府文件 在牧原县却能得到很好的执行 比如煤矿整顿方面 就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牧原县的各类小煤矿都被关停 不管有没有手续 有没有开采权 反正年产煤量达不到标准 环保达不到标准 安全生产达不到标准的一律关停 林锦宏和杨锦盘 讨论了其他矿产资源开采的整顿状况 又问起了牧原县发展规划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杨锦盘表示正在进行讨论和研究 为此事曾专门召开了两次临时县委常委会议 但是最终的效果并不理想 原因没有别的 只因为林锦宏的蓝图已经超过了大家的想象范围之外 这个问题比较要命了 就连杨锦盘也难以理解这样的发展蓝图呢 更别提向别人做出解释什么的 就更难以说清了 当然他自己由于当时林锦宏亲自向他描述过 依稀还是有些理解的 只是这种理解难以向别人述说和贯彻而已 对于这个问题林锦宏也只能无奈地摇头了 不过工作还是要做下去的 如果下面的人连这个都无法理解得了的话 又怎么去贯彻实施呢 有些问题虽然不一定要下面的人去理解 只要按照上面的意思去执行就行了 但是有些问题的话必须要理解透彻 否则就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这个可不是一件好事 因此林锦宏想了想 虽决定让杨锦盘去找常务副市长蔡志宏 请教这个问题 说是请教这个问题 自然是让杨锦盘拉着蔡志宏去牧原县 参加牧原县县委常委会议了 在县委常委会议上 由蔡志宏亲自做出解释 这样的效果比杨锦盘去说明要好上许多 关于这个问题 林锦宏和蔡志宏曾经多次讨论过 蔡志宏的理解 不会比出这个问题的林锦宏差多少 这也是林锦宏所希望达到的 有些具体的事情 当然得这个常务副市长去完成了 这也是常务副市长的工作职责 林锦宏只要把握住大方向 和控制着关键部位就行 比如财政和人事等方面 杨锦盘听了林锦宏的提示后 点头不已 同时心中也有一些疑惑 为什么林市长不亲自下去呢 他不是说要下去看看 关于那个大型露天煤厂的情况吗 这不是顺路的事吗 不过他可没敢将这个疑问说出来 见林锦宏没有其他的吩咐 随提出告辞 离开了市长办公室 前往常务副市长蔡志宏的办公室 好在他的运气不错 蔡志宏正在办公室里 杨锦盘便向蔡志宏说明了问题的情况 以及林锦宏对这个问题的批示 蔡志宏对此倒没什么说法 听完后淡然道 锦盘同志 问题我已经了解了 也不怪下面的人不了解市长的计划 和发展蓝图 实在是他们还达不到这种境界 这样吧 我看明天就下去牧原县一趟 你明天上午组织召开一次县委常委会议 到时在县委常委会议上 我会对这个问题做出具体的阐述 你们的牧原县发展绝对要加快脚步啊 才能带动加州市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 给其他地区树立一个发展的榜样吗 他说这话 其实也是有些无奈 说是要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这也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原因无他 其他地区对市政府的各种政策和行政命令 都是阳奉阴违 各自有各自一套的行事方法 谁让他们都是高毛委那一方的呢 别看林市长在市里的各部门弄得有声有色 而且身旁也聚集了好几位市委常委 市力正在逐步扩大 但是对下面的影响力除了牧原县外几乎为零 这也是市政府这边对牧原县的发展这么在意的原因之一 为的是通过让牧原县的发展 让其他地区看的差距向牧原县学习 而最终瓦解高毛委在那里的市里 这个问题蔡志宏是明白的 可惜杨颈盘就未必能够考虑得清楚了 毕竟他考虑的还是一个县的问题 并不会站在整个加州市来考虑问题 就是误出其中一些道理 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用 现在见蔡志宏这么一说 杨颈盘便答应道 蔡市长 我回去后马上着手准备这件事情 关于明天的县委常委会议 就全靠蔡市长主持了 蔡志宏挥了一下手 示意已经知道 杨颈盘也知趣的起身告辞 等杨颈盘离开之后 蔡志宏便前来市长办公室 跟林景宏商量这个问题 林景宏好像已经知道他要来到似的 竟然已经让赵明相泡了茶在等候 市长 您是不是学了什么未卜先知的招数 什么时候得透露一二 也好让我感悟一下 中国古老的玄学之术 蔡志宏一进办公室 看到一杯热气腾腾茶香刺意的茶 以及放在一旁的一颗烟 愣了愣后哈哈一笑 向林景宏开了个玩笑 这个嘛倒不是什么问题 不过学费方面就得由我说了 趁着这个机会自然不能放过呀 林景宏也微微笑了笑 顺着蔡志宏的话头也说了一会儿笑话 两个人寒暄一阵之后 坐下各自点燃了一颗烟 在吞云吐雾着 蔡志宏觉得这样的场面有些温馨 就像电视画面上老一辈革命家 在紧张的战争场面到来之际 总会找到一丝的空闲 互相打趣一下 一则可以放松心情 二来也增加彼此之间的友谊 可谓是一举两得 如果放在以前 哪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每次跟好漂亮或者是高包委之间 见面或开会时 他们个个都是一副肃然的表情 或者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觉 哪会有这样令人感觉 温馨的场面出现呢 市长啊 您将难题可都踢到我那边去了 这可对志宏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啊 这几天老是梦到鼠像啊 蔡志宏苦笑着向林景洪诉苦 鼠像是谁不用解释 蔡志宏无非说自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或者说是自己可不能出身未竭身先死啊 哼 这个嘛 倒是不大不小的问题 劳逸结合吗 林景洪点了点头 我看呢 很有必要对副市长之间的工作进行调整一下 要尽量合理一些 同时 再增加一名副市长 将来加州市的经济快速发展 如果因为人员问题而有所阻碍的话 那这乐子可就大了 副市长分工调整 再增设一名副市长 蔡志宏愣了一下 不要自己刚才开玩笑时的抱怨 而让林市长生出这样的念头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呀 不管是副市长分工调整 或者是在增设一名副市长 蔡志宏相信自己肯定是在做出调整之列 而且很有可能现在手中的权力被分出去 因为自从前任副市长好漂亮被废之后 蔡志宏匆匆接任好漂亮的位置 连带着也接收了好漂亮的大部分权力 使得蔡志宏手中的工作过于集中 而有些副市长 却就像是门口的警卫一样 整天无所事事 拿着报纸端着茶杯 过的是坐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 这样的丰工严重不平衡 自然是要做出调整 人往往都是这样的 如果拿到手中的东西被别人拿走 自然会不高兴 而在别人的手中的东西 最后出现在自己的手中 往往会乐得睡不着觉 哪怕别人手中捏的 只是一颗小小的糖 也会令人喜悦 蔡志宏很快地想通了 自己作为一个常务副市长 而且这个市长跟其他市长又有些不同 这个市长只追求把握大方向和核心问题 有些具体的工作 都会落到自己这个常务副市长的手中 以至于自己这个常务副市长管得越宽 手伸得过长 这样一来就会有一种分身乏术的感觉 长期这样下去 身体肯定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有些东西自己确实不应该紧紧地抓在手中 想通了这些便抬起头来 看向林景宏 市长说得对啊 这个进行分工调整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现在身上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确实需要别人分担一些了 不然还真不好给市长您打下手呢 只是这个 关于增设一名副市长 是不是现在还过早啊 林景宏自说完后便一直盯着蔡志宏的脸上 见蔡志宏双眼不时地闪过一丝复杂的神策 最后很快地恢复了清明 便暗自点了一下头 关于增设副市长一事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副市长就是专门管理矿产资源开发 开采应用招商投资等等方面的比较专业 我们加州市的经济发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 很有可能会依靠各类矿产资源的拉动 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啊 林景宏稍稍解释了一下 不过并不是很具体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没有说出来 那就是这个副市长将专门联系墓源县 或许有人说 墓源县已经有杨景盘以及一杆官员 设立这个专职副市长是不是有些大提小做了 而且这样一来 对墓源县也是一个不公平的政策 使得墓源县的县委书记手中权力急剧缩小 关于这个问题 林景宏事先自然考虑过 那就是准备让这个副市长兼任着墓源县县委书记 这样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第一任副市长自然很可能就是县任的县委书记杨景盘了 这也是林景宏对杨景盘能力的一种肯定 以及他最先投向自己的一种肯定 这些问题显然还不能说出来 可以说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只有等墓源县的大型露天煤厂进行投资建设之后 这个问题的顺势提出才会水到渠成 才不会让人感觉到很突兀 另外呢 关于大型露天煤厂的投资谈判 林景宏也决定将大部分权力交给杨景盘 投资谈创 谢谢 制作人 важно 不